两大铭记报孙杨无援巴黎奥运会 本人已暗示 南凡泳池加国家队 北京时间12月29日 铭记贺小龙和苗元指出 孙杨已经很难重返国家队 参加巴黎奥运会了 事实上 孙杨也有所暗示 他现在已经不提自己是运动员了 对于孙杨来说 如今的竞赛太残酷了 他只有到巴黎奥运会前才能复出 我宁肯相信姚明复出重返 NBA 李娜重夺大满贯 韦诗豪夺得金球奖 徐根宝入选国家队 苗元表示总局最新的规定 基本把孙杨封死了 本来孙杨被禁赛8年 后来缩减为4年3个月 禁赛时间从2020年2月28日开始计算 因此孙杨错过了东京奥运会 并且也将无援在家乡杭州举办的亚运会 但距离现在还有3年时间 这是煎熬 他自己已经有所暗示了 在社交媒体上 孙杨写道 作为一名体育人 还能继续为理想而努力 奋斗 这里不开大家的支持与信任 也就是说 孙杨已经没有强调 自己是运动员 而是体育人 对于孙杨而言 他已经在泳池中取得了辉煌成绩 两届奥运会都有金牌入账 可惜 孙杨的确是犯错了 而是他成长的代价 有人认为值得 也有人认为没必要 不过 孙杨最近的确很活跃 他在维持自己的热度 也有人支持他 刚刚度过自己30岁的生日 孙杨获奖了 获得年度最具期待体育人奖 这是对他未来可期的充分认可 孙杨发文感谢大家支持 也霸气发声 我是值得期待的 感谢大家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大家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